不吃烧烤就错过了十几亿夏日的美好 那是不是巴比克只能烤肉呢 答案必须是否定的 墨鱼、扇贝、鲍鱼、大虾 这么多鲜嫩多汁的清明海鲜 在炭火的炙烤下滋滋生香 快来和多多一起烧烤吧 再不任性食材可都烤老了 我们先分享一个不用油的快速生炭法 在明火上直接烧几块大野的炭 炭变色后放在烤炉底 把小块炭盖在上面 燃过的炭被盖住,热量聚集 打开封门,然后在上面扇风加速空气流动 很快就看到内部燃烧变红 10-15分钟左右炭就生好了,非常轻松 今天我们会用到蒜蓉汁、蒜香酱 韩式烧烤酱 自己炸的料油 豉油汁和一点小米辣椒圈 主打食材都是各种小海鲜 有的腌制过,有的直接刷料 我们还是先认真烤,好好吃 视频最后会分享备料过程 包括各种酱汁的制作 炭火已经很热了 先上大墨鱼 切过花的一面先朝下 头爪也放上 墨鱼是腌过的,还特别做了点花色 后面会讲细节 鱼嫩火旺,用不了几分钟就可以翻面 看鱼肉膨胀变白 再撒一些自然粉和辣椒粉 香味已经出来了 前后也就10分钟不到,不要烤老了 看鱼肉的质感应该是香糯又弹牙的 接着要上羊壳扇贝 在炭火下扇贝很容易瞬间烘干 所以我加了一点切笛香菇增加水分 扇贝一放上炉价 立刻就要加调好的蒜蓉汁水 重口味群重再加几个小米辣圈即可 料汁后面都会有酱 扇贝被炭火激发,与料汁融为一体 浓汁蒸腾香气四溢,真的很刺激 前后五六分钟吧,被肉吸进汁水,可以盛盘了 下一波是两只腌好的超大白虾和五只小鲍鱼 鲍鱼肉口感肥糯,用我自己做的蒜香酱条味 鲍鱼不用动,但大虾需要翻着一点 让个面都受热均匀 最后给鲍鱼肉和大虾都薄薄刷一层熬制的香料油 其提味又滋润 鲍鱼和虾事先都需要处理 详情见厚 可以看到虾壳很快就变红变脆 虾肉基本就熟了 这一盘很漂亮啊,大概就是烤五分钟左右 烫火温度开始降了,正好上小墨鱼仔 与厚肉大墨鱼的香糯口感不同 墨鱼仔吃的是个嫩口 所以它不需要腌制 而是上火后直接刷韩式烧烤酱 或者是合你口味的任何酱料 两面都刷过酱后 再撒些辣椒粉 我一般用那种颜色好看 但不太辣的粉 墨鱼仔有个五六分钟就差不多了 海鲜烤完剩下的炭也比较温和了 烤点圆白菜 有的地方叫包菜或高丽菜 和上次烤串片里的金箍豆皮串一样 这也是烧烤店的网红产品 这个比较简单粗暴 刷上熬的香料油和腌虾留下来的齿油汁 然后各面撒上自然粉和辣椒粉 如果你喜欢更复杂的口味 也可以放五香粉花椒粉等等 调味好 就把它拉到离火远一点慢慢烤着 我们可以先吃主菜 带帽鱼肉和香糯 剪成小条吃起来方便 虾皮烤脆了直接包 剪自己喜欢的开洞吧 肉质差不多就想起菜了 圆麦菜已经遍远出水 可以再拉到余火上加速烤一下 吃开了 就该回头看看烧烤的准备工作了 先把腌制时间最长的大墨鱼 便面竖刀切出花纹 好看又入味 小盆放一勺染色用的红曲米 这个随意 然后是一大勺料酒 两大勺生抽 一大勺蚝油 搅匀后把墨鱼放进去滚匀 再加一大勺自然粉 辣椒粉随意 头爪裹上剩下的腌料 和鱼身一起放进Z-Block保鲜袋 冷藏4小时至过夜 收拾干净的大虾 用刀把背开深一些 加适量的料酒 生抽 生抽 和油 最低腌制30分钟就行 腌入味的大墨鱼 在流水下把辅料洗干净 这样烧烤时不容易糊 红曲米已经给墨鱼加上了新花 带壳鲍鱼需要认真清理 用小刀沿壳伸进去悬一周 翻过来看肉柱下面这一坨就是它的内脏 再把鲍鱼嘴也拽掉 鱼肉上的黑色洗洗干净 放回圆壳就行 再讲究些 就把鲍鱼切上细细的花刀 这样既容易入味也更好烤熟 接着洗干净一两个鲜香菇 切成小碎粒 这是为扇贝准备的 这次买的扇贝稍微有点小 加点香菇粒可以提点鲜味 也避免被肉在炭火高温下水分蒸发太快 在备注上下都加点香菇粒 大虾顺虾尾插签子直穿到虾头即可 小沫鱼仔洗干净就好 不需要特别处理 全部海鲜料就都备好了 再准备调料 切两个小红椒圈备用 先做懒人蒜蓉汁 乘一大勺超市买的瓶装蒜蓉 倒同样超市普货灌装鸡汤 鸡汤是咸的不要再加盐 重口味群重可再加红椒圈 第二碗韩式烧烤酱 牌子无所谓 我赶商什么买什么 自制蒜香酱稍微复杂一点 先切碎或打碎半头蒜 起平底锅放一大块黄油 油化开下蒜末 中小火煸出蒜香 加一大勺蚝油 尽量炒匀后 撒一把葱花就可以停火 这个酱咸鲜鲜润 最适合给鲍鱼增色提味 最后我们再炸一锅香料油 锅里由中火烧7成热 依次下一把麻椒 就是青花椒 一个草果 白碎的八角和几片香叶 调料烧变色后 下几片姜 炸黄后再下几个蒜瓣 闻到料油香气就停火 注意前程都要用中小火避免过焦 油放凉些香味会更浓 把调料捞出就行 这个料油一次可以多炸点收着 烧烤半菜条馅都用得上 烧烤前篇中已经分享了各种烤串 外加三文鱼头大八爪鱼 这期换问思路尚得清明小海鲜 口味清淡的吃客会更开心 后续还会有更多南北中外美食分享 喜欢的话欢迎订阅关注 你就不会错过啦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频道 我是多多咱们下期再见